台湾今天的死亡个案在新增26例 其中有三个人裁剪的时候没有症状 却在送医抢救之后宣告不治 另外还有两名病患确诊当天就死亡 对此指挥中心专家咨询小组召集人张上传表示 在5月11到6月6号的死亡个案当中 的确有18%的患者从发病到死亡 是在短短的2到3天之内 目前会请昆阳实验室 加速对病毒基因做检测 看看其中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状况 台湾疫情持续死亡人数也不断累积 7号死亡个案又再新增26例 当中更有三人裁剪时无症状 却在收治住院后死亡 另外像是案8289 6月2号才被确诊 6月4号就宣告不治 案9044和案10663 确诊到死亡也就短短一天 而案10312和案10435 更是确诊当天就死亡 从确诊到死亡 整个时程似乎比以往更快速 会请机关署的宽阳实验室 那也加速在对于这些病毒的基因检测 那序列分析再多加快一点 做一点相关的一个探导 那也是担心 会不会有什么特别的一个状况 冰城发展让人心慌 真的不是没有原因 因为在5月11号到6月6号的 248例死亡个案当中 有40%从发病到死亡 历经8到14天 但也有18%的比例 却是在2到3天内就抢救不治 尽量加速让病人可以早一点到医院里面去 那在我们医院的量能慢慢变得比较宽裕的时候 那就让病人早一点到医院里面去 那比较多密集的监测 那避免在发生这样的一个状况 台湾本土确诊的死亡个案 一个月内迅速累积 是病毒特性还是医疗量能不足来不及救 大家都在等专业报告来解谜 谢谢松报道